好 接着呢 这个呢就是近期最常见的 叫做self-supervised learning 意思就是 虽然我们现在在讲unsupervised learning嘛 unsupervised learning就是 我们有很多X 但我们没有target 对不对 所以我们没有Y 所以我们就没有一个目标要learn 所以前面看到这些VAE 就是我们就是learn一些重点这个latent factor 然后我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就是recontract出原本的东西 对那实际上 我们为了要有objective 我们实际上就是可以捏造一些我们的目标 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 比如说reconstruction 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自己本身 当成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也会叫它self-supervised learning self-supervised就是我们把自己当成是supervised的目标 对所以这边呢就通常会分成两种 一个呢叫做self-prediction 另外一个呢方法叫做contractive learning self-supervised learning 大家肯定会写SSL 就是self-supervised learning 那它的想法就是我们让原本data 它自己可以当成是target的一部分 然后让它去optimize 所以意思就是从supervised的data里面建构一些supervised task 对那就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可能请人工去标准有点太贵了 或者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annotated data 对那如果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资讯 create出一些supervised task 有可能可以先让我们学到一些很好的表示法 那这些很好的自己的表示法 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做到后续其他的task上面 所以这边的这个idea呢 其实就跟pre-training是一样的 我们经过pre-training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之后finetuning或prompting 它就更容易adapt到我们后续其他的各式任务上面 因为我们对于原本自己的representation 已经学得很好了嘛 好 那self-prediction呢 刚刚说到它的重点呢 就是given一个data sample 那我们就是要去predict自己missing的部分 那图示是长这样子 所以self-prediction它的意思呢 就是在sample里面 intrasample里面的prediction 比如说next tokenprediction 所以我一开始进来有一整个句子嘛 所以我把它切成很多个token 那我的目标就是predict下一个token 所以这整个句子是不是都是同一个sample 所以是intrasample的一个prediction 那contractive learning的话呢 不一样哦 它会有multiple的sample 所以 它用来使用的这个对象呢 是在去predict它跟别人之间的relationship 比如说这边有两个sample 那我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两个sample的关系 来去做optimize 所以self-prediction跟contract learning 这边要搞清楚 但是这边都是data的一部分 只是是一笔sample 还是多笔sample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先看self-prediction 那这边就列出很多 就是还蛮常见的self-prediction的形式 像是我从过去的predict未来的 这就是nest tokenprediction嘛 对不对 那也可以只用最近的这些过去的 predict未来的 就是不要整个用 那或者是从现在predict过去 橘色是要被predict的东西这样子 那这个呢是从下面的这边predict上面的这边 这样子 所以这边是这个你可能是你的feature啊等等的资讯 总之它的概念是差不多的 就是从你一个input的这个sample 你就把某一些东西拿出来 当成是你要predict的target 有点像是你把某些东西遮掉 然后它就变成是你要recontract出来的东西 好 接着呢什么是contractive learning呢 刚刚有讲到嘛 它考虑的是sample跟sample之间的relation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资讯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常用哦 好 我们就先来想想 我们在一般在neural network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做很多很多representation learning representation learning其实就是把你的data point 然后假设在一个一开始的高位空间 然后它就会投影到某一个另外一个空间中嘛 不一定要是d位的 但反正就是投影到另外一个空间中 好 那如果它是一个好的投影的话 那也就代表说我们投影过去后 这个representation它是比较informative 比较meaningful的 那我们会希望它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举例来说比如说我们可能就会希望 如果这边是蓝色这边是红色 那我希望经过投影过后 蓝色跟蓝色的应该要接近一点 红色跟红色的要接近一点 类似这样子 对所以它考虑的其实是 sample跟sample之间的关系 就不是sample内部哦 好 所以它考虑sample跟sample之间的关系 好 那我们后面就稍微讲一下这三种不同的方式 好 inter-sample的classification 好 假设 你有一些 假设你有一些资讯好了 那这些资讯怎么来 待会再说 就是 我们会有一个candidate 然后呢 你有一些跟你 你认为跟你是比较接近的 其他的 其他的sample 我们称他为positive 那有一些你认为跟你比较不像的 叫做negative 好 先不管这两个怎么得到 假设我们就是有一些positive 跟一些negative的 那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希望我们跟positive的这些接近一点嘛 跟negative的这些远离一点 那这就是他的目标 好 那 通常是怎么来呢 这个positive跟这个negative 当你没有任何label的时候 请问这东西要怎么来 好 有很多种方法 像是 常见的一个呢 就是 你把原本的这个input 做一些小小的扭曲 好 比如说 一张图好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 把它 转一转 这个其实是different view啦 对就是同样的这个target 那 我如果把它转一转 或者是从它不同角度拍 那 做扭曲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如果我把它 加一些noise 那我加了不同的noise 那它support才是同一张图嘛 所以 加了不同noise 又属于同一张图的呢 就是它的positive的 对 那如果是另外一张图 就应该跟它来讲是 negative 就是非常的简单 就算你没有任何label data 你都可以 自动 生 就是制造出一些 positive跟negative的pair 好 那刚刚是说的是影像嘛 在文字上面也可以啊 你就 你如果有个句子 你要怎么制造出 跟它positive的pair 最无脑你就会想说 我就把这个句子里面 同一字 换成另外一个字 就这样 那它是不是就制造出了 另外一个positive pair 那 fancy一点 你可以叫一个model 来改写 帮它paraphrase 那你又制造出了 一个positive的sample 类似这样的做法 好 那有了这个东西 接着呢 到底要怎么 让positive的接近 negative的远离 好 其实 非常的简单 它的这个loss 就是长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 做embedding 在做这个投影 representative learning的过程中 我们希望 能够满足一件事情 就是 这边这个 剪掉这边这个 要尽量的小 什么意思呢 好你看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有点像是 这是我们 target 目标的这一个x 那它要跟 跟它positive的这些 要尽量接近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相减之后的这个距离 是不是就是distance 所以 这边这个东西要越小越好 我要尽量跟 跟我positive的这些距离越接近越好 那跟我不相近的这些 最好越远越好 所以这个就是 跟不相近的这个distance 所以 这个distance 减掉这个distance 就是我们要 minimize the loss 懂吗 非常的简单嘛 所以 当它minimize这个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会 希望这个 跟相近的越接近 跟 不接近的 不相似的 越远越好 那后面这边 你还可以加上一个margin 比如说 到底是要 多远呢 你才ok这样子 对 那大概面其实就是这个 跟这个 叫triplet loss 那 这个呢 做一点点衍生 你就可以把它 变成是clustering的 clustering的想法 就是 原本 原本刚刚的这些东西 因为我不知道哪些是蓝的 哪些是红的嘛 所以其实我根本 没有 没有概念说 我应该要把哪些 当成是他的positive 我只能用 刚刚说的那个 就是简单的方法 去制造positive connective 但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 你可以先在这个东西上面 原本的data上面 做clustering 所以被cluster在一起的 你就认为说 哦 那应该是 要比较接近的 然后就可以把 刚刚的那个 同样cluster的apply上去 所以就有点像是你 给了一个sudo的label 告诉他说 哪一些可能是你的positive 哪些是你的negative 然后就 有了这个sudo label 以后再apply前面 那个intrasample的 那个classification 好 那multiview的意思 就是刚刚说到 我们 对于同一个target 是不是可以 就是用不同的 比如说不同的角度 或不同颜色 不同的 嗯 材质 对 那 比如说这个都是 都是他嘛 都是同一支 这样子 那 我们 是不是就期待 这两张图 你incode之后 应该 这个factor要尽量接近嘛 因为他就是 能够捕捉到他的 核心的概念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 我们比如说在做 影像搜寻的时候 是不是期待 你输入这张图 他也可以找到这个 因为你想要找到的 就是 这个角色嘛 而不是说 他一定要是绿色的 或者是 他一定要 就是 对 他要的就是 要找到这个角色 所以如果他们有相似的 这个vector 相似的embedding 相似的representation 其实是比较好的 好 所以 我们就可以用 这种一些简单的data augmentation 去产生不同的view 然后再根据这个view 来当成是 我们match的 就是positive的这些pair 那这个view呢 可以是不同的modality哦 有点像是 这里可能都是影像的 但实际上 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 一个可能是图片 另外一个可能是文字 描述这张图的文字 我也希望他们想 那这个呢 就是后面我会讲到 非常非常有名的clip 这个model 它就是把影像跟文字 用contractive learning的方式 map在一起 所以它就可以有影像的embedding 也可以有文字的embedding 然后也可以透过 它们之间相似的这个关系 去做出很多 从文字生图片的这些效果 好 那 这种做法呢 就是用不同的view 这个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主流的一个方式 那在 NLP里面有一个算是蛮有名的方法 叫做Sync CSE 它的 CSE 其实就是contractive learning 的embedding 好 那 为什么它很有名呢 因为它的方法实在是 太简单了 你刚刚想 我刚刚不是有说 你想要有一个句子 你要找它的positive pair 是不是你可能就会做 同一词的修改啊 或者是paraphrase啊 产生这个positive pair 那过去也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Sync CSE 它提出了一个很聪明的方式 不用这么麻烦 它怎么做呢 好 首先呢 假设现在有一句话在这 好 那这句话 然后反正它chare一个 就是 就是找一个 比如说Bert encoder来 好 那它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句子 encode成一个vector 对吧 那现在它要apply contractive learning 所以它要找出一些跟这个句子 同样的positive pair 好 它怎么做呢 就是 它直接把这个encoder 这边不是一个network吗 拿过来 然后呢 随便在这个network上面 随便加一些dropout 就这样 所以这个vector 最后这个vector 是不是就会微微的改变 就应该是嘛 因为你加上dropout 你就多多少少会影响你最后的这个output 就这样哦 就是 它就是random的加一些dropout 然后 比如说加很多次 比如说加三次 那这三次 就会出现三个不同的这个vector 好 那它就 只要是同样一个句子 它加了不同次dropout 产生出来这个vector 那它就当它都是它的positive 就这样 然后如果是不同句子 产生出来的就是negative 所以 它就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就生出了非常多的positive跟negative pair 然后在 你的 比如说你已经pre-trained的这个birth model 然后都多加上这个contractual learning 然后去围一条这个embedding 那你可以看它 最下面这个就是它的performance 它就可以在很多test上面 你看都得到一个非常显著的进步 就是就这么的简单 它只是把同样的就是同样句子 在不同dropout上面得到的这个embedding 当成它的positive 所以它等于是大大的增强了这个encoder 它就是这个birth的embedding 这个encoder 它的robustness 它可以encode更多资讯 encode的更好 那当然它也训练在一些supervised task上面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任务 比如说这个任务你可以去label它是 比如说有一些任务可能就是要做句子的分类啦 那它可能就比如说它的label是intelment 它是contradiction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label来 同样属于同样label的 让它的embedding接近 属于不同label让它embedding远离 那这就是supervised的contractual learning 就是如果你有label的话 对但大部分情况你没有label的话 也可以用contractual learning 但如果你有label的话也可以用contractual learning 那它在supervised的情况下面 也demontrate了就是做了这个简单的方式之后 它的效果也是有显著的提升 那当然不只是在 刚刚说到这个就是纯文字的情况 它不只是improve了nlp的robustness 它也可以用同样的概念去improve asr的robustness 就是刚刚说到语音辨识嘛 语音辨识是不是就会有一些错误 所以同样的方法你想像 如果同一句话 那你asr出来 它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句子嘛 那但是它如果原本是同样的声音出来的 我们希望它encode的embedding要接近 所以这就是它的positive 那剩下不同的声音 它应该就是它的negative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这个encode asr output之后的这个文字的这个embedding 变得更robust 它就比较不会很sensitive 这些辨识错误的词汇 那它的效果其实就会更好 那这个就是spoken的cse 那这边有一些稍微比较复杂的细节 因为它会考虑了一些语音辨识的错误 所以它会多做一些distribution上面的控制 那效果就是会更好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现在有很多方法就是做在不同的modality上面 也就是我们不只是可以把这个pair是同样的modality 都是句子句子 我们也可以一边是文字一边是image 然后让它们的embedding可以投到同样的空间中 那所有的资讯如果可以投到同样空间中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出不同modality 但它意义上面相近的资讯嘛 那主要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像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语言模型 那这个语言模型其实是根据大量的这些task来的 所以语言可以把它想成是现在大家使用这种multi modality的一个 有点像是一个中继 其他的modality我也希望能够跟language做一个mapping 那如果大家都可以对language上面知道它在language哪一个位置 我们可能就可以串联不同的modality 然后一起做比较复杂的任务 因为我们有比较大量的task的training data 那通常这种影像的training data呢 虽然也是很大 但是它没有像language上面来的这么这么的多 比如说一个常见的benchmark的data叫做imagenet 那它就是有非常非常大量的image 但它的这个量级是没有就是语言来的这么多的 那因为我们也从语言模型上面看到了 zero shot的能力非常的强嘛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用语言这边的能力来帮助影像呢 那这是很多影像上面的这些task 它现在开始考虑language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原本影像上面可能做不太到的东西 因为可能影像资讯不够多 那我们能不能够透过我们对于language的理解来辅助影像这边呢 所以这边就要先讲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model 叫做clip clip呢它是contractive language image的pre-training 所以它其实就是在做contractive learning 只是这个contractive learning是在learn language跟image的这个pair 首先呢它就收集了很多这个pair 收集了400million的这些pair 它就是网路上可以找到非常多图以及图片的文字说明 那为什么图片都会有文字说明呢 因为如果你的这个图片没有文字说明 你其实在搜寻前其实是不太容易搜到它的 因为大家都是query一些文字嘛 然后去找图 所以你的文...你如果拍了一张照片 你希望它容易被找到 你应该需要写下一些description 所以网路上的大部分的图呢 都会有这些人写的description 所以它就把它抓下来 接着呢它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contractive learning contractive learning的概念就是 这边是它的...这边有很多很多图嘛 这边有很多很多图片它的description 然后呢 这一个图如果跟这个description它是match的 我希望它的这两个embedding 乘起来它的这个score越高越好 那不match的就是希望它越低越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对角线的这一个蓝色的地方就是match的嘛 就是图跟文字它是match的 我们希望这对角线上是越高越好 那其他这边是不match的 白色是不match的 我们希望越低越好 好 所以它的objective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同时呢 它的batch非常的大 它可以同时考虑N张图跟它的那个test的pair 然后它要optimize蓝色的这边 然后minimize白色的这边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contractive learning 然后它的这边的这个image跟text text就是transformer 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 然后它的这边的image也是用一个vision的transformer 对vision的transformer 这边就不多做赘述 但概念就是它把image就是切成很多 你可以把它想成有点像token这样子 然后很多片很多片 然后把它就是放进这个transformer的这个block里面 对就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它的objective长这样子 这边就是不match的 有没有看到i跟j不相等的 这边就是不match的嘛 就是白色的部分 希望这边沉起来越低越好这样 那这边是match的 那这个希望它越高越好 所以这是它的objective 就是要minimize这个东西这样子 然后它一个batch就3万多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model 那这个应该是OpenEye出的 所以它才能够有这么大的resource 来一次optimize这种很大的batch 为什么一次optimize很大的batch很好呢 因为它等于是同时就考虑这整个metrics嘛 然后就是这边要大这边要小这样 所以如果你的resource很小的话 你可能一次整个这样 比如说就是4这样子 4乘4 那你可能就只有少少的 那你可能就是要跑很多个 但是它这样子batch很大的话 它能够一次考虑的这个资讯 其实就会比较广 就等于是这边要minimize的东西非常的多 好 做完之后 可以干嘛 就非常的 就做完咯 做完之后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一个taskencoder 有一个imageencoder 就这样 那 可以干嘛呢 好 我们就可以做到非常简单的 比如说image的分类 怎么分类呢 我们不用任何training data 原本如果我们要看这个image 它是什么东西 我们是不是要 要有一些标记说 这边可能是 这个这个这个是什么 这是 这是 是羊吗 对反正这可能是一个动物吧 对 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有人的标记 然后才训练它 训练一个image的recognition 然后去recognize 这边的这个image是什么东西嘛 好 但是现在不用 我们刚刚的那个clip 劝完之后 我们直接把它丢到这个image的encoder 好 那是不是就会有一个embedding出来 接着我们想要知道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我们就 比如说我们有n个不同的动物 不一定是动物啦 n个不同的object 对 那我们就想要看说 它到底是a photo of a plant 还是a photo of a car 一次类推 到底是哪一个哪一类呢 到底是哪一个object呢 所以我这边是不是 如果有n个label的话 我就可以产生n个不同的句子 就会对应就是n个不同的embedding 就放进这个test embedding 然后我就去看 这个image embedding 跟这些test embedding 哪一个最高 最高的就最有可能是那个object 所以结论是这个是go啦 算我有点看不清楚 对 好 就这样 所以等于是 就是我不用任何的training data 我就可以ZeroShot 做到这个影像的分类 这就是ZeroShot的transferability 那它在非常多资料集上面 都做了这个实验 那它这边的比较呢 就是Clip ZeroShot去做Clip来做 跟如果有在一个影像分类的这个dataset上面 做训练的performance 然后去做比较 所以绿色的部分就是ZeroShot 竟然还比就是有训练在这个有影像label的 资讯上面performance来得更好 那有一些是不如有比较差的 就比较难 你如果没有做 没有任何supervised label 的确是比较难做的好 那它就简单你就可以大概看一下 像这种就是蛮明确的 ZeroShot跟有training的 其实都做的还差不多 差不多好 但是呢 像这个 你看像这个 这个香蕉是不是就 蛮不一样的 蛮不同风格的 这个ZeroShot它的这个Clip 就可以做的非常的不错 但是你训练在这个resnet上面的 就没有那么好 为什么呢 因为resnet上面可能就 可能没有看过 就是这种画的香蕉吧 或者这种玩偶香蕉 所以它的那个data没有那么match的话 它就会比较差 对 那你看像这个就更差了 因为它的dataset上面 根本没有这种人画的这种素描的 但是用ZeroShot的话 它还是可以辨识 这是香蕉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在这种你的testing case 越不align你的training的情境 这种pretraining的效果 其实是越显著的 那这个的Clip 它就有点像是follow 原本你想像VAE的那边 原本的Clip 它就是做一个encoder 就在这边 就是encoder在用 就像autoencoder 但是VAE 是不是我把它变成是generative的那一块 也可以拿来用呢 好 所以在这边 Clip的这个embedding 也被拿来利用在generate 对应的image上面 那这边其实是有点复杂的 但概念上面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 我有 这边不是做了Clip的objective吗 就是文字跟对应的这张图 我已经学到相似的这个embedding了嘛 所以 如果我现在随便写了一个文字进来 我是不是supposed会有一个embedding 然后这个embedding呢 可能就可以让我找到一个影像的embedding 让它generate出符合我这个文字的影像 所以这就是大家现在常看到这些 就是影像生成的做法 当然这边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那现在最常见的是一些diffusion model 好 那在这里呢 其实就跟VAE很像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model一个prior 跟model一个posterior的概念 然后可以让它从后面的这一个去generate出 对应你这一个文字的影像 所以你这边文字可以随便输入 它都可以generate出符合你这个文字的这个影像 然后这个影像 因为呢符合某些distribution 所以它也会是一个reasonable的影像的vector 然后它可以透过这个影像的vector 去decode出原本的这个影像 对 概念是 就是跟VAE那边是有点像的 但这边就会有比较多影像这边的方法 在做这边的training 好 对 所以就是会train刚刚的prior 跟这边的decoder 好 接着呢你就可以inference 也就是你随便输入一个句子 然后就让它generate出对应的这个vector 然后找出对应的这个image的vector 并且生成相对应的影像 那optimized的过程其实就是下面这一条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呢是一些例子 下面呢是它输入的文字 然后最上面呢是真实的照片 那中间跟下面这个都是它生成的 然后用一些不同的方法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它说 a green train is coming down the track 那原本是长这样嘛 但其实它生成的是不是也蛮make sense的 对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像是它输入a small kitchen with a low ceiling 所以总之它要知道说kitchen应该要长什么样子嘛 所以它认为kitchen就是要有一些水槽啊 那大概是这样子 其实还蛮make sense的嘛 对对然后它就是都会拍到这个天花板 就是没有很高的天花板 但实际上原本这张图的这个天花板是特别的低就是了 而且是斜的 但是因为文字里面是没有提到就是是斜的司令 所以它就没有产生这个斜的的样子 那这就是最后一页 那其实我们今天讲了非常多 unsupervised的方法 那就是在你有很多X 但是你可能没有那么多可供使用的Y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的一些手法 像是前面讲到了autoencoder 以及它的进阶版本vae 那其实在文字上面就是过去 在每一个word上面 我们也可以有一些 unsupervised encoding的方式 叫做word to vector vector 那前面以前我们有讲过 那language model它其实也是一个 unsupervised的方式 其实比较像是self-supervised learning的方法啦 就是它去predict next token嘛 对它是一个autoregressive的效果 那我们今天也讲了这个contractive learning 是一个非常常用 你只要能够制造出很多sample跟positive的关系 我们其实在training的过程 都可以把这个positive跟negative的关系加进去 那可以让我们在representation learning的过程 认出更好的representation 那这边的话呢 其实跟我们上次讲的这个retrieval是比较相关的 如果我们知道比如说sample跟sample之间的关系 我们能不能够让他们的distance比较接近 或者是比较接近的话 等于是我们就可以让这个query跟这个document 我们比较容易找到彼此嘛 那当然它不一定要是retrieval的这个scenario 你只要是sample跟sample之间有相关的关系 我们都可以套用有点像是这个就是dual encoder的架构 那这个两个neural name到底要不要share weight 其实也可以根据我们的使用情境来讲 像上次我们就有讲到 如果是一个encode query 一个encode question 一个encode document 它们可能不一定是要用同样的nn 它可以用不同的nn来做也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这边其实都是同样的data 那你这边的nn其实就可以让它share weight 你这样学的参数是比较少的 好 那最后做一个conclusion 就是要得到有label的data 其实是非常expensive的嘛 所以常常我们是没有那么多的label data 可是其实要收集到很多data 那没有label 其实是相较比较容易的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利用这些unlabel的data 也学到一些informative的资讯呢? 所以今天就介绍了AE跟VAE 它去利用unlabel的data 去学一些重要的latent factor 那这些latent factor 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好的 比较compact的representation 也就是说 如果它可以很好的表述我们的data 代表说我们只需要用这些资讯 它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等同于知道我们原本的data了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用花费那么多的参数 而且可能是可以理解的更好 那理解的更好的话 就imply说它比较容易把这样子的资讯 transfer下去嘛 那dual learning的话我们提到了 它的重点就是要有两个task 而且这两个task是有对偶性的 就是x到y然后y到x 它会变成一个圈圈的loop 对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loop 可以做到semi-supervised 或者甚至是unsupervised learning 因为只要有x 你就可以从x到y再从y回来 然后recontract回来 我们就算只有x也有可能可以training出 两个这个task的model 那后面讲到了self prediction 也就是根据你的sample 然后这个sample的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 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等等的 只要是sample里面的一部分 当成是我supervised的target 我们都可以用self prediction的方式 去捏造unsupervised情境 我没有target的状况 但是用捏造出来的这个target 来做supervised的training 那conceptive learning呢 它不是sample内部 而是sample跟sample之间 所以你要去思考说 sample跟sample 哪一些有相关性 那怎样子应该要接近 怎样子应该要拉远 可以利用这个概念 在很多时候都可以 让我们的representation 学得更好 那学得更好的representation 进而就会变成是有更好的 后续的application的performance